在买东西的时候 拉着另外一个女生走了 以为是妈妈 有的一转这样 太吓人了 哈喽 我今天第一次 带着我的三个女儿 一起去逛了超市 那个感觉就是 特别是最小的小宝宝 小不一样 她是第一次去超市 三个一起逛 一人开一个小汽车 她说我也去看一个 我想要买东西 一转这样 真的很紧张 我有看人家逛街的时候 拉个链子 但是我觉得拉三个有点怪 然后他们现在吃了晚饭 就在外面下棋 他们刚开始学下飞行棋 最开始的时候 跳跳会很难过的 好不容易都快到 一摆了 走到那的时候 把回起点 然后他就打 但是现在他已经平静了 已经接受了 我觉得下一下飞行棋 最主要是段随 他们有个好的心态 去玩游戏 告诉他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结果并不重要 虽然我也觉得结果挺 赢了当时最开心的 但是就是每天要告诉他们 有输有赢 但是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 好了 听时间做的东西很简单 红枣糕 红枣 拿虾盒 你也可以多拿一点 我现在要把它剪开 把它剪好了以后 先给你准备炒一下 倒点水 把这个枣拿来煮个两三分钟 把它煮的稍微软一点 就是这样 大概两三分钟 就把水炒干了 加20克左右的粉糖 倒进去 把火关了 锅是热的 反正它炒化 千万不要开火 这个时候把火关了 把它放到里面 等它凉一会儿 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下面的步骤 加打五个鸡蛋进去 这是我选要技术的 最后一个差点框了 五个 OK 那脚 刚才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150克低筋面粉 两克泡打粉 三克小苏打粉 两克盐 就这样塞 都已经这样塞进去了 然后就一根脚 刚才说那个 孩子放超市 刚才我们家小刘阿姨说 他之前带着他那个儿子上街 摆东西的时候 那儿子就拉着另外一个 女生走了 以为是妈妈 有的走到地铁口了 他发现 就是怎么不见了 拿着也赶紧往外跑 回去就看到 一个不认识的人 把他儿子抱着 一个好心人 他儿子在哭着找妈妈 他刚才讲的时候 眼泪都出来了 确实这个太吓人了 因为妈妈爸爸家人啊 带着孩子出去逛街 你一定得小心 千万千万千万小心 随时要看着 实在不行 就像我说的拿 拿着那个拴着 我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感觉 好了 放五克油 我刚刚是把大桶里面的 弄到这儿的 上次那个弄鱼的时候 大家说我拿大桶倒油 哦 好 没有拿大桶倒油的嘛 倒一点点也是用大桶 这样断练手劲啊 我其实有一个这样来的 现在倒到容器里面了 我再少一点黑芝麻粉 接下来把它拿到 150度的烤箱里面 烤45到50分钟 大家看到我头上 带了个新的法库 因为之前大家都说 我怎么都是在一个法库 然后我看到一个这个 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带了以后 我怕怕你们以为 我买了那个假垫子 那不是假垫子 它就是一个法库 烤成假垫子的样子 叮咚叮咚 枣糕做好了 哇 好香好香啊 反顾的鲜味 哇 糟糕 在这里面还有枣呢 刚烤出来的蛋糕 这个味道太香了 当然 放久了也行 那就是我自己过的 对不对 太好吃了 蛋糕最最原始的香味 枣的甜甜的味道 用一个意料利比较怎样 Celigita Celigita 我幸福 关了 哈哈哈